上星期日華牧師繼續分享修補時間的遺憾訊息 承接上一篇訊息日華牧師分析 對於宋皇台或碼頭各十三階這些星徒 假如我們可以回到過去同心協力 其實也可以製造出這些星徒 然而當去到西內半島 這一類星徒的龐大程度 其實就算全中國人一起時間逆轉 回到過去也無法做到 因為就算可以回到164億年前 也不等於我們有這種智慧 可以創造出一個地球 所以有些星徒 就算我們可以回到過去 但憑我們的想像力、能力和智慧 也無法完成 過去我們曾經看到華盛頓、雪茹角、 新興五月花等等的共同信息 我們以為只要能夠回到過去 應該也可以完成 然而到了西內半島的星徒 我們才知道 原來 絕非單憑時間逆轉便能夠做到 因為 要完成一難度 絕對超乎我們的想像 所以 就算能夠時間逆轉 任憑我們自由發揮 但在這種龐大的程度 如果要於現實中做出來的話 仍然是超越我們的想像 甚至超越全人類的想像範圍 甚至乎 單單是日華牧師一生所出現的共同信息 以至神送給日華牧師每一年的生日禮物 都已經是人類無法掌控的級數 就算可以時間逆轉 亦沒有人能夠做到 試想想 假如我們能夠回到二、三十年前初信那一天 究竟我們是否有把握 製造一大批共同信息去印證自己 並且持續印證至今日呢? 答案是不能夠 原因我們是沒有把握 憑空去想像這些共同信息 既然是想像不到的話 又如何製造出來呢? 因此 日華牧師認為 就算讓他回到過去 亦未必可以完成指向自己的共同信息 因為需要掌控的 還涉及身邊其他人 才可以製造眾多的共同信息 並且是一天都不偏差地鋪排出來 今個星期 日華牧師將會繼續分享 修補時間的遺憾訊息